台湾惊人的外汇存底成了另类护国神山 统计至今年 台湾外汇存底累计超过5656亿美元 相当于17兆台币 世界排名第四名 如今民进党和民众党立委 把脑筋动到了外汇存底 提议修央行法 要央行挪用10%的外汇存底 成立主权基金会 并交由央行管理 所以你都说预注国库多少钱 我们预注大概都是在1600亿到1800亿 那很多的国家 因为他投资风险高高低低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都没办法益住国库的收入 你认为说要是立专法去操作主权基金 他的风险相对比较高是吧 是 他的风险应该是会比较高 各界质疑 想修法挪用外汇存底 是公然掏空全民资产 如果此例一开 大家通通都用外汇准备 拿来做重复 甚至多重的使用 我们的币值是不稳定 主权基金就是政府动用 政府所掌控的那个钱 然后投入 比如说像台湾就股票了购买 我问你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做这样的事 我们四大基金什么在买 而且亏损的很严重 央行中止就是维持 资金流动性稳定性比较重要 他真的能够用这2000多亿 你拿10%出来 那就200亿 也不到一兆 那我们的四大基金加起来 十几兆 四大基金就可以了 那这个外汇存底足够庞大的话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防线 律位提议引来网友炮轰 连几十亿的高端你都敢搞黑箱 还想动手拿几兆的存底干嘛 干脆修法把外汇存底变成民进党党产好了 还是叫你们党工出来管钱算了 如果碰到一个不好的政党 人谋不张 操纵着一个500多亿美金的这个基金 上下其手 投资在不该投资的 其实像国发基金 陈对扁总统时代就有听说 只要有人来要一个基准给5000万 那都做善财同时很多的钱都收不回来 蓝尾狂轰 民进党执政 连外汇存底都想动 台湾的护国深山 在蔡政府手上恐将一个个遭擎空 这要准备非常重要 刚刚我们蔡委员是专家 你知道当年刚刚讲索罗斯 索罗斯曾经空袭过港元 你知道靠谁就 中南海 中南海钱出出来就把索罗斯给干掉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台币准备 拿去花掉了 如果有人空袭台币怎么办 完蛋啊 你不要觉得不会有人空袭台币啊 到时候台币从不小 30块变50块 那完蛋啊 你知道吗 那请问一下央行有什么样的手段来节制 因为我记得台币有时候贬值干嘛 央行就要出手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我对不起啊 我不相信这个政府 所以他会操作的东西 我都觉得会有私人介入 你看嘛 我们成立这些机构 包括什么防疫指挥中心 包括我们的农委会 请问一下 大家有发挥什么作用吗 你现在把钱投进去了 我们刚刚讲刚远宇讲的好 那个劳动基金亏了3000多亿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退伏基金亏了400多亿 这个钱投下去 请问一下会不会变成私人的提款机啊 我要投资以前干嘛的 那个郑市长啊 那个我们这个主权机器要投资什么股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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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大家都有好处 到最后有人倒大煤 这个事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 送他四个字叫人魔不脏啊 这么大的一笔基金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操作的 到最后哎呀不好意思啊 亏了稀里花啦 有的人赚的叫 对岸叫盆满钵满 这个问题关键在这里 新加坡的淡马席基金 事实上它是国家投资的私人公司 他们自有一套监督的机制 他们有人会认为他还不像主权基金 可是他们自己本身运运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一路以来成长非常快速 好像几十年来成长17倍吧 我们的各大基金 这些年来一叠叠有的还亏损 甚至有找了那种 不会操作人在操作我们的基金 我觉得未来不是不可能发生啊 我不是找一个专精的人 我找个马屁精来操作 到时候你说他成立这样的基金 然后给一个奇奇怪怪人操作 到最后亏了稀里哗啦的 你一点皮条都没有啊 没有皮条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不要 拜托 只要牵扯到这么庞大的这样一个利益啊 你看我在我们节目讲过了 连一个新冠都被某党搞成商机 那请问一下这么大一笔钱 变成一个投资 变成一个所谓的主权基金 你觉得真的会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民众去争取 去谋福利吗 我不相信 banyak Baş 是 你好 我的 我是 你的 是